风云骤变 重重叠叠的帷幕后 是谁推波助澜 粉黛婀娜 千禧家国天下 是谁花言失色 红墙金瓦 鸡谋算尽 是谁仰天长叹 这里是皇家禁院 国宝档案 再续传奇 中国清代的慈禧是个戏迷 为了看戏 它让人专门在北京颐和园 修建了德和园大戏楼 这里常常是群星会翠 好戏不断 有一次戏台上的演员们 正唱得起劲 看戏的慈禧却突然面色一沉 命令演员立即停止 并让人把负责此次演出的戏题调 叫来问话 戏题调 主要负责安排演出剧目 邀约演员 慈禧如此急着传唤戏题调 到底是为什么呢 来到慈禧面前 戏题调已是两腿发软 大气都不敢出 只见慈禧不紧不慢地 品了一口茶后问道 今儿这戏是怎么唱的 还想不想当差了 听到这句话 戏题调颤抖着身体 向慈禧太后求饶 站在一旁的大太监 李莲英在端详了 戏题调一阵后 告诉慈禧太后说 老佛爷 这个戏题调好像是个新来的 恐怕还不懂规矩 听了李莲英的话 慈禧便不再追究 戏题调 才免于一顿帐行 戏题调走出大殿 盲向李莲英透谢 并探知了得罪慈禧太后的缘由 原来演员的唱词中有一句 最狠不过富人心犯了忌讳 李莲英告诫戏题调 给太后排戏 得先摸清楚其中的讲究 当初有演员在唱 《双丁记》这出戏时 按照传下来的本子 唱了句 最独莫过富人心 结果惹得太后勃然大怒 立即传指将演员 打了八十大板 在弄清了慈禧的好物后 戏题调赶紧回到后台 翻看排戏的剧本 看有没有太后忌讳的唱词 侥幸逃过一节的戏题调 连连发出感叹 在德和园里给慈禧太后演出 可真不是件轻松的差事 德和园位于颐和园的东宫门内 是专门为慈禧看戏而修建的一组建筑群 它由大戏楼 半戏楼 宜乐殿 看戏廊等建筑组成 德和一词出自于左传 君子听之以平其心 心平德和 意思是说 君子听了美好的音乐 就会心平气和 从而达到道德高尚的境界 德和园的主要建筑 大戏楼 气势辉煌 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 规模最大的古戏楼 大戏楼 由两层半戏楼和三层的大戏台 共同组成 总高约22米 相当于现在的七层楼高 戏台共有三层台面 每层台面都设有上下厂门 可同时演出 大戏台台面地板下 安置了水井和注水池 能起聚音和共鸣的作用 戏台还设有翻板和高压水机等机关 这些特殊的装置 可以在大戏开演时 营造出神仙自天而降 鬼怪自地而出等效果 观赏性极强 据说慈禧每到颐和园居住 第二天格和园大戏楼 就会摊罗唱戏 慈禧身为太后 就要显示出太后的威仪 看戏的规矩和忌讳 要比一般人更多 演员的唱词中 不允许提到他名字中的任何一个字 甚至连提到他的属相 也都犯了忌讳 这可难怪的那些 为慈禧唱戏的演员呢 慈禧是属羊的 所以汴阳记 苏武牧羊 龙女牧羊等剧目 迷虑不能唱 就连唱词中都不准出现羊字 在惯演的剧目 《玉堂春》里有一句 苏三此去好有一笔 好比那羊入虎口 有去无还 为了避开羊字 演员陈德林在台上只得改唱 好比那鱼儿落网 有去无还 陈德林这一改还受到了慈禧的奖赏 而另一位演员王福寿 却因慈禧这个忌讳而遭了羊 慈禧听说王福寿在宫外跟人合伙 开了间羊肉铺 竟吩咐太监说 以后不许给他赏钱了 他天天刮我 我还赏他什么 慈禧看戏不光避讳属相还避讳性别 他绝不允许唱词中出现辱骂女人的词汇 此外在慈禧生日前后所演的戏 唱词中绝不能出现杀死亡一类不吉利的字 而遇到这种情况的演员该怎么办呢 有一年慈禧过生日 明觉谭心培早得会员为慈禧唱戏 当他即将唱到《大将难免镇头王》一句的时候 顿时心头一颤 看到台下的慈禧表情严肃 正紧紧地盯着他 谭心培灵机一动 忙将唱词改成了《大将临阵也昏光》 慈禧听后立即转怒为喜 马上叫人靠上谭心培 至于临时改的唱词是否符合剧情 慈禧并不关心 除了讲究避讳 慈禧太后看戏时还有一个习惯 那就是喜欢一边看着台上的演出 一边拿着剧本对唱词 只要有一个演员在某个地方唱得荒腔走板 甚至一个眼神不对 全体演员的赏钱就很有可能泡汤了 慈禧所看的剧本上还详细著名了唱词所需要的时间 演员如果没有唱够时间 会被认为是犀利 也是要受到重罚的 别看慈禧听起挑错 但在台上表演的演员们 还是要换着花样的讨他欢心 著名的丑角刘感三在一次演出中 临场加了一句念白 别看我是假皇帝 这里还能有个座位 对面的真皇帝却还是站着呢 一句话把慈禧逗得眼头而笑 忙叫人给站在一边的光绪皇帝拿来凳子坐下 画面中是光绪年间生平署的两件纸腰牌和纸门罩 以及一件木腰牌 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他们是生平署的演职人员 出入署内进门的凭证 由内务府颁发 当年为慈禧太后唱戏的都是声名显赫的顶级演员 像谭新培 陈德林 王瑶青 杨小楼等 他们的身影呢 经常出现在德和园大戏楼上 然而 光看这些人演出那些老剧目呢 慈禧还觉得不过瘾 慈禧有时心血来潮 自己会对一些剧目进行改编 唱词定起来后 就让演员给唱词安上枪 演员陈德林曾说 太后所编的唱词不但不能改 而且还得恭维 其中有许多唱词真是难以安枪 但无论如何还得想办法把枪安上 索安的枪唱出来好听 太后便得意 倘若安的枪唱出来不好听 她只会说是枪安的不好 所以慈禧编的唱词交给演员安枪 谁接手都会急出一声态 有时兴致以来 慈禧还会换上厚重的戏服 和太监宫女们演上一段戏 清宫中保存了一些慈禧穿戏装时拍摄的照片 在这照片中 慈禧身穿观音菩萨的戏装 扮成观音菩萨的样子 在她的身后是山石和竹林 大太监李莲英也穿着戏服 站在慈禧的身边 慈禧扮观音的音很大 有时一天就会换几个造型 连身边的侍从也不放过 让他们分别扮成童子 护法站在左右 除了看戏、颜戏、演戏 慈禧高兴了还会赏戏 就是请一些人来陪着她看戏 在德和园中 慈禧看戏的地方叫宜乐殿 殿内设有慈禧的宝座、休息室和午休的寝室等 被赏看戏的王公大臣按爵位高低 在宜乐殿东西两侧的看戏廊中看戏 官员们对慈禧赏戏 原本是件极其荣耀的事 但赶上盛夏和寒冬感觉就没那么好了 人们在戏台下迎着夏日的烈日或迎着冬天的寒风看戏 这份荣耀也就变成了苦差事 从1895年至1908年 德和园大戏楼共上演了不同内容的戏300多处 慈禧为了听戏非常舍得花钱 历时四年时间建成的德和园就耗费白银71万两 而且找德和园演出的演员们的行头、道具也要特别讲究 据说慈禧六十寿尘时 仅置办演出行头、道具就花掉52万两白银 这在清代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这些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宫廷戏服就是当年制作的 他们做工精细、用料考究 用于刺绣的丝线都由金箔包裹碾制而成 这些迷有百年历史的戏服直到现在还散发着迷人的光彩 据清宫档案记载 从光绪二十一年大戏楼建成到光绪三十四年慈禧病故 十一年里这位太后再次看戏二百六十二天次 最多的一年中看戏就达四十天次 慈禧太后活了七十四岁 执掌朝政四十七年 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仍然忘不了天气 他被称为史上最勤政的皇帝 他为何把北京圆明园当作自己办公和居住的重要场所 工作之余的他在圆明园中找到怎样的精神寄托 他又为何突然死于圆明园 国宝档案为您讲述北京圆明园里的秦政皇帝